嗨 大家好 我是山迪小編 今天要來教大家現在最流行的shake hair 然後代表人物就是最近韓劇Doctors裡面很紅的譜信蕙 他的頭髮就是這樣有點圍捲 看起來好像不是太刻意 然後但是就很自然的感覺 今天我們就請Brey瑞來教我們 用簡單的方法就可以在家裡創造出譜信蕙的這一款 髮型shake hair 其實在這一款髮型裡面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瀏海 一定要有一個瀏海 那這個瀏海要擠在哪裡呢 再來是你的眉毛跟你的眼皮中間這個位置 非常重要 那再來是呢 你的側面呢 一定要有這樣子 有一點點這種 有沒有 鬚鬚的baby hair 再來呢 你要有一個微波浪微卷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從頭瀏海的部分分成三區 中間是第一區 左右呢是二三區 好在第二區的時候呢我們就把我們的頭髮拿起來 好用我們剛剛一樣的方法喔 好稍微去用夾的往外側 有沒有發現 壓壓壓壓壓壓壓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Sandy的側面已經有一個弧度出來了 那Ray在這邊跟大家建議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好 把我們需要 膨度的地方 稍微先梳一下 那準備一個髮捲 好 捲進去 就可以先固定 在我們的 瀏海上面 那假如你要讓它牢固一點的話呢 你可以再噴上一點點spray 那重點是這個spray啊 你一定要噴就是所謂的霧感的 不要讓它做完是硬硬的 一支一支的 因為它的瀏海是很鬆的感覺 接著呢 我們要去做它這個側面的這個大波紋 大紋理 但是在做電棒前啊 熱工具前啊 瑞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塗抹所謂的抗熱的工具 建議大家在抹的時候呢 從我們的髮中 抹到尾巴 尾巴時候可以稍微按壓一下 抹完以後呢 我們將我們的頭髮呢 分成四個區塊 左邊 右邊 右邊 那後面呢 就會有兩區 這邊 好 接著呢 我們就將我們的頭髮 可以噴上一點spray 噴完以後呢 繞一繞 好 稍微夾一下齁 好的 好 那最後呢我們可以在尾巴的地方呢 稍微去夾一下 所以我就這樣子 對 夾它 就大約等五秒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有沒有還蠻容易的 蠻容易的 好 那你再把它補開看看 如何 真的 成功嗎 有有有 有啊 很自然的捲度 那這種還需要再一次 再尾巴 尾巴 尾巴要往內夾 對 非常好 然後在後面的部分 對 後面的部分我們繼續去完成 那接著呢 我們的瀏海這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拆掉了 好的 好 我們就把它拿下來 好 讓我們再稍微梳一下 好 往右邊 兩側頭髮呢 就是各自往左右戴開 然後留一點點什麼 這些毛 baby的毛 這根 注意 這根很重要 這根收起來就是顯老氣 好 那你baby毛 你也可以特別去處理 你就可以選擇這種比較小的臉棒 然後呢 去特別處理到它的baby毛 這一系的瀏海啊 不會這麼的齊 不會這麼的齊 你會發現說 它會有一點點空氣 其實這個針對啊 就是假如你是臉型比較圓的 少女們非常好用 因為這些東西 它可以讓你感覺你的臉 好像延伸變長囉 好 再這樣子輕輕的噴一下 好 這樣一個很簡單很自然的 最新流行的韓劇髮型就呈現了 嗯